政府超收稅額 那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拍板 決定年後發放每人6000元現金 而民眾對於這項政策的實際感受度如何 上街頭實際訪問 或者是那個 就只是討好民眾而已 超收的 他應該要 還要負責 國家稅務局為什麼會 每一年都會有超收 政府的 自己該選擇 一年半以後的總統大選 然後來用頭錢來綁裝 刺激經濟也不錯 但是有 買掉錢也是有耶 爛死了稅金用來發現金民粹至極 越變越少經過各部院要抽成 4500億變1800億有水增多 拿回自己的錢卻變成政府給施捨 補發現金給大家 會讓你對政府的好感度提升嗎 不太會 因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錢 現在去檢討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事後才要來補 才要還給我們 不會 因為太少 不至於吧 那如果政策做得不好還是不好 不會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說真的是這樣子 不會不會覺得說那本來就是我的錢 你只是還我 對 對對對 不會 更感覺很棒 政策買票 建議總統大選前一天發 可憐抄收不退回去被拿來當政績 垃圾狗關還賴著不下台大撒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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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